人愛鄉公所今天是含著一片夾去合中 因為鄉長長主校 社群收聲聲commission 再去證實彼得不歡迎裁定收藥 有申請駕壓 於今天早上的時候已經 獲得法院的一個財準 南島地檢室前辦人愛鄉公所三角標書 以及採工拼案 曾經經過創緩二十幾位相關人數進行調查 因為包括人愛鄉長長主校在來 被人員涉嫌中台 地檢室將他們當地調查協定一部隊長 檢察官認為 長主校和他的小弟長主任 要一位公所技術 向鄉長修出補法利益都達到三百多萬 一個是在新興村那邊 是一個野稀的書訓工程 那在京英村那邊的話 是一個道路的災修搶救工程 張子孝就是透過他弟弟張子仁 向廠商收取的回扣 那目前查查出來的情況 大概有新台幣三百多萬元 有個是人愛鄉長社安比調查 在長主校之前兩次鄉長 道文化因為掩蓋救助於中間工程票案 比破十五年 目前已經比關日減落來 再來的鄉長丹世說 也因為小鄉飛算比破十年 地檢室表示 會中調查協定的 資討對方人愛鄉公所 是因為公所登記猜出的 工程照標方式 兩人三星懷疑 主要是因為仁愛鄉在這個限制性 招標的一個案件數過高 朱坤茂朱檢校長在任的時候 其實他就很關注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當時我們有特別去調閱了很多的工程 的資料 那從中間發現了有一些工程是有一些弊端的 鄉長派台 那像是仁愛鄉沒辦法脫離的欲望 關乎民政處標示 依照《地方主題法》 七八條第一行規定 將在收到《地檢室公文》以後 將頂主好聽節 另外派人代理仁愛鄉長 繼續王朝聖採訪報道